台北西区地标日治时期的小吃夜市聚落 历经大火改建难移 却经营不善沦为文字馆 北市府委外合约 明年7月到期后不续约 打算规划成绿建筑 我们对它的使用 我们对它的使用有些新的定义 负责规划的副市长林清荣 搬出设计模型 外的圆环要打掉不一三二的玻璃建筑 一楼作为文创清创的公共空间 沿着绿色回旋楼梯 走上顶楼 江市空中花园观景台 总比现在空在那边养蚊子好啊 那个比较漂亮观光方面会比较好看 因为他们搬到外面去 已经都固定下来了 你说叫他们再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他们可能不愿意了 因为它几乎是 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结构 就是说它没办法来经营下去 居民也觉得希望能够远环再生 不只想变身成绿意盎然的圆环 还考虑把现在地偏东南的建物 拆掉北夷搬回原新店 开阪圆环如果真的往前移 形成一个真正的圆环 那目前十字路口车流量 不管是直走或者是左转都将改变 圆环周到车流量 从原本每小时2100台汽机车 捷运通车后 目前每小时1700辆汽机车通行 尽管车流量降低 接阔要改变 交通僵势一大考验 你恐怕如摩托车的左转 或者是摩托车的直接穿鞋 它必须绕线 就是开始有绕线 这是我必须坦白说明的 所以它还有些技术性的克服 有半年历史 但风华不再的建成圆环 下一步要不要绿化 拆掉一位 北市府抛出想法 要从公民咖啡馆汇集名义 让圆环再生 接着杨世去陈永文台北 怎么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